作精 但是圈粉 为啥越来越多的人对他改观 看似无所顾忌 其实八面玲珑 比如说今的做作 其实就源自于他的自洽 有人说你刻意卖萌 你怎么看 因为你面对镜头嘛 你天天如果就是很丧的在那边 就是这样的话 人家也没有必要看你 我觉得刻意卖萌 或者说搞笑 就是想逗大家一笑嘛 大家笑就笑 不笑的话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他对于自己认定的价值观和生活逻辑 是会践行到底的 在节目上 被主持人一次又一次否定 也不会动摇 心醒过来 我这样就是最对最快乐的 是问题在于你 你觉得你看似这一切 我是不正常的 但是我过得很快乐很好 我也不会因为你今天跟我说什么 我觉得你这样子不够 给的不够多 你不应该有这样的状态而洗脑 因为喜欢收获 大家的关注度和喜爱 就不介意自己身上 多一些抓马浮夸的表现 就是我之前可能我有个误区 我觉得就是面对镜头 就是得浮夸搞笑 因为你是个公用人物 因为过于自洽 有时候看起来有点作 还有点颠 参加一年级的时候 也因为戏多而受到不少攻击 当时在节目上 为了引起crash的注意 可以说是各种出奇招 甚至想到了中病 拿温动机放热水里手动升温 抓乱自己的头发 拿热水覆额头 然后打电话让男神来看自己 人一来 立马瘫倒在自己的胃窝 撒娇卖萌行云流水 真的让人忍不住疑惑 这姑娘戏咋这么多 尽管当时就收获了各种骂声 但是于书欣这么多年 丝毫未改 看似娇滴滴受不了什么苦 其实内心很强大 而且很多时候 综艺节目就需要这种 抓马感十足的明星 在需要认真的时刻 她也能够做到不掉链子 能吃苦 这是我好不容易得到的机会 我觉得我一定要独立完成这个角色 也不能丢我们旁听生的脸 他喜欢自己的一切 认可自己的一切 他的精神内核是稳定而强大的 作为明星来讲 他的形象确实是小太阳一般 永远乐观积极 还温暖大家 现在中餐厅里有一幕 林大厨跟于书欣开玩笑 其实我们需要快乐的 只要快乐已经能做出美味 你就要在这里面负责 跟我们快乐就OK了 开心 讲故事 说笑话 你于书欣立马反驳 把我当什么 我这么有实力的人 你让我负的快乐 后面林大厨做炸猪排很慢 于书欣也是立马指出 你们不要说谈 这剪下去对我影响很大 我告诉你 我讲出来 人家就不会说你了 你懂吗 你是想被我说还是想被观众说 在李佳琪直播间被叫错名字 她也能把尴尬在玩笑中化解 刘雨昕 李淑欣 照顾谁 我知道 没关系 许佳琪 一个人有持续不断的能量 供给自己 才能有余力照顾身边的人 网友评价她 用到了粉红骑士这个词 的确很贴切 她只要是这个地方熟悉了 她天然的那个照顾属性 照顾别人的属性就会表达出来 在一年级里 孟子义因为和同一半闹矛盾 心情不好 于书欣立马来安抚她 当大家都忙着说教的时候 她会选择先照顾朋友的情绪 如果不是受了很大的挫折的话 她不会那么难过的 虽然我当时也挺害怕的 也着急那边的排练 但是我心里想着真的还是孟子义 更重要 一定要把她留下来 尤其是受了委屈 别人都不理解你的时候 谁懂 真的非常有安全感啊 青年二里虽然有着想作惊的称呼 事业直言 她很会照顾人 刚刚活的时候也不含糊 就是改不了画牢的毛病 于书欣在宿舍老打扫卫生 但是她打扫完了也睡对面 对 别人可能打扫完了 我把宿舍扫完了 你们下次注意一点 她睡好 你们几个 我把宿舍都已经弄干净了 你以空穴偶 如果你再乱扔垃圾 你就出去 赵小棠 你把你的桌子给我收好 我这个可不管 金鸡呀 你拖鞋能不能放好 你的鞋子把拿回去 余淑欣这么做 为什么喜欢她的人却越来越多 中餐厅八又名余淑欣和她的七个小哀人 看完才真的开始明白了 高敏感又高度自洽的余淑欣 在越需要社交的场合 就越来越展现出魅力 余淑欣的高敏感度 让她总是可以兼顾到周围人的感受 从一开始准备礼物的环节就能看出来 余淑欣来之前谁也不认识 但是她为每个人都准备了不同的礼物 真的很中心 一开始大家都不太熟悉 分房间也不太表达自己的意愿 林大厨提出男生需要小空间之后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人都需要一个小小一个小空间 我可以房间小 但是一个小空间 是不是 也是余淑欣率先打破僵局 主动提出自己爱和女生住 打破了男生的尴尬 一屋子挨人瞬间都如释重负 余淑欣在这里的表现真的很圈粉 她主动想解决问题 但是没有替别人做决定 而是把姜岩拉出屏幕外商量 如果她当着镜头的面提问 估计没有人会好意思拒绝 但是余淑欣的一个小举动 最大程度上尊重了姜岩的真实想法 这样就算姜岩拒绝 也不会被剪辑出来 对她造成什么不好的舆论 有了余淑欣在团队里面能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 能始终保持氛围轻松愉悦的那种 面对大家也是一直强调 自己本来就喜欢喝女孩子睡 来缓解大家的情绪 而且余淑欣虽然言语上嘻嘻哈哈 但是该认真的时候 对待自己该做的工作 却一点都不满糊 在工作讨论会的时候 她一直用心在记笔记 后续也不断提醒大家 本子里记得我们需要的那些买了吗 没呢 一个没买 深圳清白 肯定也买不了酸的 包子做的差点意思 就一点不能含糊 这个面皮差了点 不仅是对顾客的负责 也是对厨师工作的支持 因为饭不好吃 第一个有挫败感的 必然是下厨的人 你现在不说实话 明天就是被骂的就是我们 是很痛意的 什么时候该打圆场 什么时候该一针见血 余淑欣也把握得非常好 当大家都沉浸在美食里 余淑欣默默坐到了林大厨旁边 不坐在这儿 和你们两小弟弟坐在一起 我要坐懂我的人身边去 是不是要开始 去工作呢 丝滑地推动工作流程 说说明天的那个卖水 不要不说了 现在美食是因为什么才得到的吗 是因为我们一天的辛勤工作 那当然是 提到冰淇淋绘画 余淑欣立马想到之前提过的制冰机 你的小冰箱呢 那个冰箱呢 你自己说的话我都记得 你怎么忘了 原来你是认真听的 我所有的话都认真听的 他必须要认真对待这个事情 面对林大厨这种有权威的人 我们要表演节目 没有被打击 没有放弃 还是嘻嘻哈哈把话题绕回去 是是吗 店长说了不要打击要年轻人的积极性 林大厨后来也默认了 就含有一种思量 拨千金的智慧的 不仅在自己人面前游人有缘 面对外界也是热情从容 在欣赏一位外国顾客的作品 听到一幅画卖六千欧 他第一反应也是表达认可 在异国他乡 面对可能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 于树心也没有停止释放善意 在经营自家生意的时候 他还关注到旁边有个女店主 他是这边常住的商家 客人也都被吸引过来了 严重影响了女店主的生意 镜头里他明显失落 于树心也能注意到 便让法国大厨带着礼物去和对方解释 一方面照顾了女店主的情绪 另一方面缓解了对方的焦虑 有的人是意识不到 有的人是意识到了 但迈不出那一步 云树心能意识到也能做到 所以网友都纷纷表示 如果能有这样的朋友 都不敢想象我有多快乐 通常大家接触到的温柔细腻的人 都是低调稳重的 气多又较滴滴的女生 会很矫情自私 云树心恰好是个矛盾集合体 她是展示自己的时候无所顾忌 照顾别人的时候无微不至 真的要说 可能持归在性格太过于张扬 这种刻板印象 就让人忽略着她吵吵闹闹之下的 真诚可爱之处 不管有没有被虞树心圈粉 她的人生态度 确实是有可取之处的 认可自己 表达自己 乐此不疲地取悦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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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